一般公司沒做永續以前 真的不知道很多的領域 有很多的空間可以改善 大部分的企業領導人 真的還把它當作以前傳統的ISO在看待 但是實際上ESG是完全跟傳統ISO 是不同層次的一回事 我是朱元忠 大家就叫我Patrick 我們在2015年成立了天下顧問 到現在也進入到第九個年頭 兩年以前大概前六七年 我們都是在幫企業做轉型升級接班 大家熟悉永續ESG 在台灣大概都是這兩年的事情 可是我們在成立的2015年 那個時候我們在接觸到B型企業 那那個時候的B型企業就是Benefit Corporation 它的整個理念概念就是用商業的模式 去解決我們在講的社會和經濟的問題 和環境的問題 把環境E和S社會和G公司治理 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的永續 就是我們在你的被子 看到時可以無 cooking 會 понадоб出 來自首次益 從小月以來 我為了 對自首次監化 有個缺乘的事 吧 原來是 Bunny 到了这两年再加上减碳盘查 这个议题再进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很完整的永续 国际之间看到的 我们在讲极端气候的影响 那因为是跟我们在讲的 温室气体的排放 所以说就会在要求到企业 你在做制造做服务的过程中 你要减少你的碳排放 同一个时间你要对你的社会 社区要好 对你的公司治理这块 也要有这样子的能见度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企业 会被他的客户要求 要提供他的温室气体盘查报告书 和他的永续报告书 今天没有做到永续的人 你看我们同样是在这个维度 所有的企业都在这个市场上竞争 所有的人才 但是呢 单单永续这件事情 我听懂了 我准备好 我就弯刀超车你 我如果没有听懂 我没有准备好 我就被你弯刀超车你 这个在我们70年代到现在 在这三四十年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之下 哪一次会有这么清楚的一个明显的游戏规则的改变 如果我今天掌握到这个游戏规则改变的话 我趁着这个永续的导路把自己的公司把它提升 那我真的是直接升高我的维度 在跟原本的那些人在去竞争的时候 真的是很清楚 我们就讲刚刚在讲的降位大级 服务客户的这个三个阶段的服务 第一个阶段包含不同的课程 也包含永续管理师的征兆 第二个是帮这些企业做碳盘查和永续的导路和报告书 第三个就是当他们已经做好了永续 后面做SG的规划 后面要怎么优化 或者E的部分要怎么去减碳 那那个部分就是到第三阶段 这几个都是一气呵成 这个ESG的趋势我们必须要了解 同时我要用系统性的思考 去思考我所有企业碰到的问题 第二天还把我们在讲的专案管理和专案级管理加进来 因为当你要去做执行的时候 都是专案 这个课程总共六天 里面有三天会讲到碳盘查 碳足迹和碳底换 最后我们还会跟大家讲 你今天做到永续 今天要符合三个准则 所以说GRI准则 莎士比准则 TCFD准则 你了解它一点都不难 当然希望公司能够活得长长久久 就是我们在讲的永续 今天永续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只是今天哪里赚钱快 哪里容易就做哪里的事情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我整个的制度 整个的组织文化要能够建制起来 所以我们教学不会是给人家一个驾照 结果人家不会开车 告诉你拿到一个永续管理师 结果你不会做永续 然后呢给你一个碳盘查的查证员的证书 结果你不会做盘查 我们不会浪费自己的生命 更不会浪费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学员的生命 但是我也不想想说 你不是这么容易就做尝试 因为我会带牂到一年 但我会给你一个人的词 我也会带牂到一个人的词 但我会带牂到一个人的词 我会带牂到一个人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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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